请合掌 南无菩提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菩提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菩提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参加亚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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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其实这部经理的部分应该就是高一段落 后面其实就是流通分 所以不难 就里面的文字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解释 但有时候我还是啰啰嗦嗦 讲不完 总的道理最主要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因为我们种子体现行 现行熏种子 那变成恶性循环 无明的种子 新出无明的行为 无明的行为又回去增加无明的种子 所以如果没有佛 真的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佛 那即使太阳升了 太阳灭 太阳落了 还是一大无明 一大黑暗 三宝阁里面太虚大师就写出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佛陀 即使有太阳 我们看到了还是业障 上次风波很大 就是说这是你的业障 事实上就是业障 只是我们不服气 本来就业障 你看到你不喜欢就业障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到你喜欢还是业障 通通是业障 因为你起心动念 无非是业 这地藏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除非你真的依着佛法 如理作意 如理思维 用这个理慢慢来化解 慢慢来引导 让你的知见能如实 否则的话你这个能知能见是一个大无明 那看到什么 除了看到无明还会看到什么 看到漂亮喜欢也是业障 看到讨厌心里不愉快也是业障 因为你心都不如实 所有的相 所有的法 没有任何一个法 没有任何一个相 有自性 没有任何一个法 没有任何一个相不是缘起 也就是如是相 一切相都是因缘所生的 讲他假相也可以 讲他无常相也可以 讲他如实相也可以 因为如是因就会有如是果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谁也改变不了 你要改变 有办法 改变因缘就改变果相 你看事情的角度 你改变了这个切入点 改变了思维的方式 你就改变了看事情的态度 跟看法 你如果一直用那样子的业力习气 来看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业障深重 因为你的业障很多 你那无明的习气很重 所以真的还是要依法 那法里面当然有 所谓疗益不疗益 疗益也要有疗益的条件 这个能听的要智慧够高 那个能讲的要讲得全巧 讲得对积 那这样当然就会跟智慧相应 那也反过来讲 如果是这个能听的是笨笨的 那能讲的是乱讲 那你说会懂什么道理 还是法 但是那法都颠倒法 无明法 所以这个当然还是 这个当然还是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维谋结晶 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不是 只是在讲它的高妙 而是告诉我们 不可思议 你只有跳脱我的思维 这个惯性 才能够懂它在说什么 虽然解释它的人很多 你也以为你懂了 但是你的懂通通是假借思义 就用意识来理解的 那个都进不了境界 受用不了 但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受用 你如果把里面认了一句话 随时把它拿出来用 当下就受用 拿出来用 在用的时候不是脑袋 在用的时候是当下那一念 当下那个心 你如果对了 用它 你随便抓一句话出来 马上把它拿出来用 马上有用 问题是我们 看什么都好像懂 懂的是为了要用 但是偏偏 我们以为懂 那从来不用 就白懂 懂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 很重要 就随时 真的用心去思维 好好思维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 意义不意文 这些文字 到底是要讲什么 你一定要懂它在讲什么 文字才有意义 文字不是表面的解释 而它真正有所指 那是不是抓到重点 当然要透过思维 才可以讲那件事 你不经过思维 其实我们这样讲 虽然是透过你的耳朵是限量 有声音进来 有声音进来 你也听到了 但你若没有思维 听到哪里去 你要听到这一句话 会记得住 可以拿来开始 作为你想的对象 也要用心去观照到 就是说我们说五句意识 耳朵听的时候 用心听 这时候用心不仅仅是用 第六意识 而是用第六意识里面的清净分 这才是用心听 那我们大部分都用 第六意识里面的分别分 就是很喜欢挑剔 很喜欢用自己的想法 去听东西 那一开始就不是如实吧 就是所有东西进来 都已经被你割掉了 你要听了就让它进来 然后不听了就不让它进来 那要听了都随顺你的喜气业力 所以越来喜气越重 不听的呢 都做进不来 即使再有智慧的东西 也影响不了你 所以我们那个 我执我建议 真的要命 你如果真懂 你就哇 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要命 但是我们都爱这个命 分别执着 你把它抓得很紧 保护得很好 真的你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那个如来障 本来的堪能 本来的潜力 从来不用 你看都颠倒 99.9%都颠倒 我们真的这样来讲 现在世界上的人有多少 学佛的有多少 有百分之一吗 我看没有了 现在整个世界 学佛的没有百分之一 那百分之里面 听懂法的有多少 没有百分之一 所以不是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这个是现实 这个是事实 你不要怀疑 一点都不用怀疑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是 佛法难闻 经德文 你一定要用一种很殊胜 很稀有的心 很赞叹的心 你才会珍惜它 不要认为理所当然 一点都不当然 一点都不当然 因为这个也是殊胜的缘起 不是当然 当然你会掌握到 这个殊胜的缘起 也是因缘的当然 但是你一不掌握 过了就没有了 听话也是一样 用心听也是听 当耳边风也是听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用心听 你有养成用心听的习惯吗 没有吧 你有养成用心看的习惯 没有吧 有养成用心长的习惯 没有吧 所以问你什么 你都不知道 喝茶 这个茶怎么样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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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觉知就仅止 一这么肤浅的层次 那么你的生命 不可能提升 我们这样讲 你第六意识好好训练 第七意识好好转发 前五识都是妙的 你因为第七意识 那我执越来越被看破 第六意识 如理作意 如理思维 越来越习惯 当你有这两个 虽然我们很讨厌他们两个 但是没有这两个 根本就没办法修 没有第六识 第七识 根本就没办法修 所以不要把他当敌人 而是要把他当朋友 我们共生 那共生的话 当然我要对你好 我对你好 你就当然对我好 你是控制者 虽然表面上 看你是仆人 那事实上 仆人为什么要接受折磨 造业受报 是那个执着的你 所以你才是真主人 但是你把他弄错了 你虽然 这主人做错了 但是你主人就是主人 受报而来是你 你不能怪任何东西 不能怪说我第六意识想错 第七意识执着 第八意识不分散乐 前六识呢 不用心 前六识 那这整个都坏了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晓得 他整个其实是一体的 息息相关 现在你有火烧起来 你眼睛看到了 你身体不会赶快跑 一定马上跑 那不要智慧的 那是生命的直觉 生命就付给你有这个能力 像这一次 鸡隆 看到的真是惊心动魄 但是有一个还特别从容 看下来还手机 不断地拍 不断地拍 一面拍一面跑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他很幽默 连这个都舍不得不拍 看到这个都不得不拍 所以有时候 这个也很难说 我们这一份好奇的心 也很好 但是也很残忍 怎么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就来看到那个 不幸 反正就把它记录下来 你记录下来 动机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动机 我们说无名言行 动机就是那个行 你这个行 如果是意义无名的 那这个行当然就往下延伸 但是这个行 为什么我们学佛这么殊胜 因为你在起信动念的时候 因为有法的阴导 有波子为前导 有政治正见为前导 所以那个行错了 你马上会转 动机错了 马上可以转 那个是活活泼泼的 我们是活泼没有错 但是那个活泼是惯性 是业力 是习气 推着你动 你当然很活泼 反应很快 但是都错了 所以这里面当然 我们真的学佛要慢慢把这个 实相的道理 能够落在生活里面 让生活就是实相 让我们的行住作物 因为造作 通通如礼 如果能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生命真的太精彩 我们的一言一行 为什么要老实 老实存在目的 就是要教学生 那他自己先受用了 受用变成专家 变成一个相当层次的一个专业 他就可以来教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学佛为什么要皈依法师 就是三宝的生宝 因为生宝就是修行的专家 以修行的专家自语 那意思是什么 我这一生 就是拿来修行的 所以我出家 就这个样子 因为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 把所有时间用在修行上 单这一点 单这个动机 单这个因缘 就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千万在家 不要看不起出家 不管他 不管以外肉 不管以外肉 他这书三家庆 你来家庆 他童竞 不然你来穿矿 没有那么简单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做不到 当然我这个殊胜 我做不到 你可以做到 恭敬 恭敬 就好了 你绝对不会犯错 你对出家人产生那个 恭敬的心 好要的心 其实已经在 为你出家 种种子 你心里面觉得 这是殊胜的 出家是殊胜的 出家是值得 被恭敬的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 我们现在为什么 其实现在为什么叫末法 那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因为出家的 不是真修行 就变成假象 出家不是正动机 就真正的你心里面 强烈的要处理 要圆满的动机 讲好听叫随言 随言意思是什么 就悲夜转 悲夜转 在家里没有什么路 我来出家好 在家里没有人要找我 我来出家好 这个都是不良的动机 都是不良的动机 但是说他不良 他至少会想到 我来出家好 我来出家好 这个就是心里面 已经有种子在里面 所以不简单 是不简单 我们不管修得多好 如果连出家的动机都没有 那你修得再好 解脱不了 解脱不了 当然也有人说 如果不出家 你最多就能够修到什么层次 但那种说法 当然也不尽然对 也不尽然对 为什么 解脱跟出家 在家无关 跟你当下那一念有关 跟你当下的起心动念有关 跟你当下的起心动念有关 跟你穿这件衣服 不穿这件衣服 无关 但是穿这件衣服 能够起那个正念的机会 比较大 比较有机会 你没有穿这件 还是俗家的习气很重 你要走的时候 想的还是俗家的事 你如果穿了这件衣服 你要走的时候 你想的是出家的事 解脱的事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缘起 我们的业力 它在决定 所以出家好不好 当然好 能不能出家 不知道 有没有条件 不知道 但是你若有动机 即使没有条件 都可以变得有条件 你若没有动机 那即使有条件 也没有条件 因为你根本就不相应 所以 这总的来讲 还是 我们生命妙不妙 存入于心 那一心就当下起心动念的内涵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妙 还是不妙 好 我们继续 百一十九页 道数第五行 佛告色利佛 如见此妙喜世界 即无动佛佛 为然已见 世尊 愿使一切众生 得清净土 如无动佛 或神通力 如维摩节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 得见世人清净公养 其诸众生若今现在 若佛灭后 文此经者 亦得善利 旷惑文以信解 受词读诵解说 如法修行 若有守得是经典者 便为以得法宝之障 若有读诵解释其意 如说修行 则为诸佛之所护念 其有供养如是人者 当之则为供养于佛 若有疏词此经卷者 当之其事有如来 若闻诗经能随习者 诗人则为去一切字 若能信解此经 乃至一事俱记 为他说者 当之此人 即是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记 是不是都很清楚 到后面呢 劝请的 是增加你的信心的 就讲这些不可思议的 我们现在已经 装进去不可思议的种子 已经结了不可思议的 清静因缘 那接着下去怎么办 千万珍惜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怎么能够听到这样的经 而且是亲耳听到 亲眼看到 那亲用你的心去思维 用你的心去意识 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 那当然最不可思议是 佛陀那时候的这一批人 他就可以现见现观 当下就感受 直接用见闻秀长觉知 就对到不动佛的境 不动佛里面的人事物 他们的亲眼 亲耳 当然不动佛没有开示 但是微末节代表不动佛开示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很殊胜的 所以接着下来 当然就是再度的印证 佛这时候告诉舍利佛 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了 这个妙喜世界 也同时看到了无动佛了 舍利佛回答 是的 我已经看到了 世尊 但愿 因为他看到很兴奋 很高兴 很殊胜 所以他就发这么一个愿 希望 使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 去 这个 献喜撒土 妙喜世界 这个不动佛的世界 那在那边安住了 就好像不动佛 在那边一样 那像我们在修本尊法 阿弥陀佛 其实你如果真正的观得起 阿弥陀佛 你所在的地方 就极乐净土 那反过来讲 如果从你的眼睛来看 这个世界 就极乐净土 你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能锁 它是相应的 什么能 正报是什么 它一报就相随 相呼应 那个一样的 一报 有这个一报 那正报 就要有那个福报 才能受用 那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当然 台湾 或者这些 比较有钱的地方 都有一个 共通的性质 就是 这个有钱人家里面 那个装潢 什么都是顶级的 连马桶都是黄金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用 都是这些 佣人 就是他们请的 在用 但是 这个请的 即使用金的马桶 它也没有坐在 黄金上的感觉 虽然是 就有那个镜 但那个瘦不对 那个瘦 其实也是 那个业力 首显 我们的 色瘦 想形式 其实都是 业力的显现 一样的 你一样穿 穿名牌的衣服 那他也穿名牌的衣服 但是两个人 看起来就是 不一样 他穿名牌的衣服 很好看 你穿名牌的衣服 很奇怪 这个就是 你的福报 你的整个的能量 不适合贴那个标签 就是人家看起来 怎么看怎么怪 这个假不了 所以 先求内 你有那个内涵 然后外面的东西 其实都因缘所限 在腹在你身上 都很自然 不是你攀缘来的 不是攀缘来的 攀缘就照做 想尽办法去弄来的 那随缘 就 你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所以 这随缘 当然还是离不开 缘起法 所以你随缘呢 就好 那天 黄仁星请吃饭 那那个 当然不是只有 他们那一票人 但是是不是属于 他们那一票人 其实那个 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那个气质 还是什么 完全不一样 所以 这总体的业力 是 总体的经营 总体的经营 不是只有这一事 是累生累劫的 所以我们 不管这一事怎么样 我们知道 总体经营 就从现在 就开始 做对的事 不管过去怎么样 不能否定过去吧 所以 你就要 即使你带着 这个过去 当然重要的是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现在怎么处理吧 所以我们现在 学了佛 就应该有 学佛的样子 不要学了佛 还是跟没学 一模一样 那就白学了 也就做 那个没有用的事 那我们现在 既然学 就要好好去 受用它 去应用它 所以 你看 这个 社利佛 当然是 佛陀最亲近的地址 两大地址 社利佛跟穆建年 一般我们讲说 最早期 就这两个 然后变成大圣以后了 就变成 阿难跟家舍 尤其禅宗 禅宗就把家舍当 第一个传人 释迦摩尼佛 第一个传人 第二个传人 叫阿难 所以到汉地以后 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别的地方就不是 没有藏传的 释迦摩尼佛 旁边 不是家舍 不是阿难 是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 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 我们说了算 我们的所有相 也是依着 我们的因缘而显现 所以 每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文化 它佛教输入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思想 不一样 所以展现出来的 也不一样 佛陀 本来是瘦瘦的 但到中国以后 都胖胖的 我们就直接把他 增肥不是减肥 就直接把他加大 连累 圆圆胖胖的 什么都圆圆胖胖的 事实上 印度人 现在当然也不一样 当然早期 你看尼泊尔 巴基斯坦 这些国家 胖的人不多 大家都瘦瘦 因为营养不良 到中国以后福报大 要觉得要成佛 就是要有这么大的福报 才能成佛 所以就变成那个样子 相由心生 就是我们的 知见里面 显现出外相 就一样的 相由心生 我们每一个人 在观本尊的时候 每一个人观的 也都不一样 那我们 用一个堂卡 是一个参考 但是你在想的时候 还是依你的 想法在想 包括这三十二上 八十种 随心好 其实每一个想出来 也都不一样 所以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知道 就是说 我 比较重要 我才是根本重要的 那你最重要是 根本重要是你的知见 你的对庄严的认知 对美的认知 正确还是不正确 那当然你认为美 那是你的事 你觉得美就好了 我觉得好就好 你管我那么多 但问题呢 这个又决定在你的 虚习的阅历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 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 有这么多层次的不一样 通通是圣者 这个小圣的四国 也是圣者 大圣的十地的菩萨 也是圣者 那气质 内涵都不一样 即使同一个国位 气质内涵也不一样 因为那个根本是一样 但是个别是不一样 而我们显现出来的 我们看到的是别相 不是总相 那共同的部分看不到 所以每一个显现 其实都别相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所以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就要见闻秀章觉知 尽量把它弄得清净 你在受的时候 在显现相应的时候 那自然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一样的 我们对我们的起心动念 如果都如礼作义 依法奉持 那么印出来通通如法的 如礼的 这里面绝对不会跟 贪嗔赤蔓鱼相应 绝对不会跟那些相应 那如果再高一点 都是跟慈悲稀舍相应 那不得了 你到任何地方 每一个人看到你 都很喜悦 至少不会讨厌你 所以一样 因为你修慈 慈心变满 你修悲 所以跟你在一起了 你都已经帮他拔了苦 他的苦的念头 烦恼的念头 生不起来 那因为你带来了那一份喜 所以你只要你到的地方 通通是正面的能量 那因为我们随时都在修舍 舍就不执着 不分别 所以你到任何地方 别人看你 不会用分别心看你 都用平等心看你 所以这个很自然 很自然 那我讲的是正面 那是负面 你自己去解释 为什么人家看到你会讨厌 看到你会生气 就是你都是用贪真吃慢 你再掌养自己 所以你就长出 让他看起来讨厌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你会计较 你会跟人家计较 人家更会跟你计较 所以一定要弄对 一定要弄对 弄对的就无所不对 到任何地方都是对的 如果错了还不晓得 那到处都会碰到错 因为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造作 如是受用 你造作出来不对 当然受用就不对吧 好 那如果大家可以往生 这个妙喜世界 那我们去那边 就可以跟不动佛 像不动佛一样 安住在妙喜世界 这个清净的萨土里面 那如果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 我们今天也看到 维某杰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 包括瑟利佛 一看到维某杰 就伤脑筋 但是一直推下来 他发觉 维某杰原来这么样子的 神通自在 他不得不叹服 而且不得不接受他的教化 就那时候 也就是那怕的心 变成一种恭敬的心 我们常常 如果自己业障重 很怕 像我们那时候 刚开始学也是 很怕看到上师 因为没有那么用功 但是到最后呢 来 救个来 不是怕看到他 都希望上师看到你 这时候你就有点自信 我相信你看我的时候 有看到我在用功 有看到我在变化 这时候你自信了以后 其实你会发觉 你怕他的时候 上师的眼光 对你是有杀伤性的 但是当你不怕他的时候 上师的眼光 看着你的时候 是加持性的 你心里有鬼 当然看他就跟鬼一样 你心里如果说 很自信 我觉得我对得起伤失 那你怎么会怕他看 我们看看嘛 一般就不太敢看人的 就是心里没有自信 那有自信的人 随时他看什么都很稳 那当然这个还是有内外 有能锁 最好要修到像 徐云岛上那个样子 我不看你 但是给你的感觉 是我很尊敬你的 不是看不起你 那这个要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他那一份 往内观 随时眼观鼻 鼻观心 那一份定力 你就发觉 他那个散发出来 是用慈悲跟智慧 你站在他面前 你感觉 有受加持的感觉 所以这个完全是 你修到什么 就有什么影响力 这个就业力 但是这个业力 是善业清丁业 我们的业力是恶业 所以不一样 好 那世尊 我们是这么样子的幸福 就在一瞬间 快得就是一瞬间 就得到了这么 善 善当然就是好的意思 利益就是功德 利益 一下子就 亲眼 看到了 整个妙喜世界 整个不动佛的 佛菩萨 这一起都来 我们都亲眼看到了 而且看到这些 看到这个佛 看到这些菩萨 这个世人就是说 真正的看到 妙喜世界的 这些佛菩萨 我们有缘看到 亲眼看到 还可以亲近 还可以供养 当然 亲近 每一个人亲近的内涵 也都不一样 供养的发心 也不一样 所以 其实 你那个很自然的发心 就是你 真正的内涵 那真正的内涵 是这个样子 能不能改变 当然可以改变 我发觉 我要供养 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 这时候 你又晓得 那个我 还没有拿掉 供养这样子 我感觉 这个很难得 殊胜的 可以供养机会 能不能多供养一点点 这就转了 有的是转成 我少供养一点 对的是转成 我多供养一点点 因为说实在的 对的人事物 不是那么简单 你供养对境 那是当然一样 比如说我们 每一个寺庙 每一个寺庙都有 相应的护法 他们也都会 大力的护持到场 但是我们在客观的 看下去 你护持对了 还是护持不对 就不知道了 所以还是要 依法不依人 因为人一定会走掉 人一定会走掉 所以现在很多 大道场到第二代 就经营不下去 你依人不是依法 那这个人也没有留下法 所以这个人走掉 就通通没有 所以真正的道场 还是法 以法为主 人是无常的 那法呢 它只要传了下去 一代传一代 就这样 代代相传 一样的 我们来看 各众各派 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真的能够 那么顺利的 一代传一代吗 也会空过好几代吧 但是空过好几代 因为有法在 这些再来人 或者怨心 比较强的 他又可以绝细 又可以把这个法再接 接回来 再弘扬 所以 重要还是法 那一样的 其实他 这个 就讲下去 就要衬托出这个 衬托出什么呢 这些殊胜的敬 跟人 其实是来自于 殊胜的法 所以你供养再多的人 事物 不如供养法 这个就整个佛经的重点 波尔经以后 都是在强调这个 这个法 以法为主 好 那么 当然 这个 摄利佛 更发 更大的心 其诸众生 若今现在 若佛没有 其诸众生 就是 我们这些众生 所有的众生 现在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 现在有机会 在佛注释的时间 现在更有机会 在维谋节 跟我们有缘的时间 我们接触到 很多不可思议的 那个 如果只有佛说 你怎么 都不可能了解 那 透过维谋节 变现一下神通 让你晓得 哇 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真的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 我们眼睛看到的 煞土 而且要你 陷阱那些 不跟我们 同在的煞土 也是 我们的业障 不陷钱的时候 就可以陷阱了 那我们之所以 看不到 是我们的业障 仗着 我们的姻缘 不成熟 所以这样子 就又往里面推 你要陷什么 要因缘成熟 能不能见得到 看你有没有业障 那你有没有业障 跟你当下的起心动念 息息相关 起错了心 动错了念就是业障 起对了心 动对了念 就没有业障 完全存不一心 所以这个 为什么要强调不断的 随时保持绝照 因为你只有保持绝照 才能很快的看到 你的起心动念 保持绝照 我们不是讲意识吗 那意识这个 五句意识 就第六意识 会跟着前五识在那边互动 那这个互动的时候 当然有 言而彼此生意 这是业力 所招感 业力所呈现 那第六识 又是习气 所呈现 那业力再加上习气 那当然错的机会就很大了 那问题是 即使有业力 有习气 有六识 但是这六识都不离本觉 都不离你本来那一份 如实的照见性 就觉性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我有这个这么殊胜的 而且从来没有消失的绝照 你会不依他吗 你如果依了他 慢慢你就照见了五蕴 照见了你的所有起心动念 你就很快就照见了 照见的时候 当然就能够照破他 让他落实 让他跟实相相应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 你再怎么修 再怎么努力 其实问题还是很大 那我们很客观的来看 我们很客观 当然我对政治还是比较敏感 而且比较关心的 因为事实上 政治就是众人的事 政治如果不清明 众人一起受祸害 那比较大的麻烦 参与政治的 政治狂热的 有智慧的不多 都是有立场 没有是非 就不谈对跟不对 只有立场 那这个的话 他们的用心 其实你只要客观看 都可以看得出来 观其行 听其言 观其行 他说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这些不对的人 讲话没有道理 做出来的事情 大概都有破坏性 你看他嘴脸就小的了 随时都不服气 随时都称恨的 一点点慈悲相都没有 虽然他笑 但是你看他的笑 也很讨厌 因为那个笑里面 就是奸诈 那个样子 就是奸诈的样子 所以 不要当公众人物 因为被人家看透透 不要随便上电视台 你一露脸 我们台湾讲得很粗的 就下面那边有几根毛 马上被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 你看这一队的人 他散发出来 是什么样子 你看人家 黄仁星在演讲的时候 那份潇洒自在 是什么样子 他为什么能够变成 世界顶尖的人 有那个内涵 有那个修养 有那个抱负 这个就是怨心 我们虽然现在不行 但是只要我们有 这个正确的怨 慢慢这个怨就带领 我们到那个境界 你如果发心 都小鼻子小眼睛 一天到晚在那边计较 在那边夺权 在那边 抹取自己的利益 其实到最后 只是被透气的份 是一样的 我们 出家在家都一样 在家 会 结很多 好友 就是你的发心队 你的座位队 物以类聚吧 对的人就会聚在一起 你如果发心错 你碰到通通不对的人 这个很简单 出家在家都一样 一切都是缘起 如是因 如是果 因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果就是你受报的 你起心动念 如果对 那么围绕着你的 通通对 你起心动念 如果邪恶的 如果颠倒 跟在旁边的 通通不对 那一样 你如果对 那这些跟在旁边的 错的 他也会离开 他慢慢发觉 就不相应 不相应 所以也不用说 我们去驱赶 还是什么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只要 一讲坚持 就好像执着 不是 坚持你的对 守住你的对 所谓坚持你的对 就是随时用绝照 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念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你都随时看 无误 没有错 要保持这个 这个不是执着 这个叫绝照 那没有绝照 是用意识 认为对跟不对 有绝照是 清清楚楚 看到自己 对跟不对 那完全不一样 就差很多 不要误会了 好 那么 这就是说 现在这些有福的人 福报对的 一年对的 他现在就可以 受用 这一份 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但是 如果 佛灭了以后 靠什么 他没有机会 我们不可能有机会 再看到 妙喜世界 但是当我们 看他的时候 我们知道 有妙喜世界的存在 而且这不动佛 这威慕节 他是何等的人物 我们从这一部经里面 就知道 知道呢 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就在你的八四田里面 所以一样的 我们故宫博物院 也收藏很多 威慕节 因为以前这个变相图很多 就这些画家 常会拿一部经典 然后就去画出 那个相应的内涵 很多 但是每一个画家 画出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像 你说哪一个对 每一个都对 为什么 讲每一个都对 就这个画家 感悟了以后 就他理解了以后 他笔下 所描绘出来的 维慕节 是什么样子 那他程度到哪边 画出来 就是什么程度 一样的 我们现在有唐卡 也是一样 唐卡如果是画师画的 那绝对是不一样 但是画师 一个人一辈子能画几张 没有几张啊 不会太多 那当然可能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就帮忙画 重点画一画 就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要找到好的唐卡 也没有那么简单 不简单 但是相似的好 很简单 因为他有一套规矩 一套模式 所以也不会太离谱 但是那个真正的好 一定是这个画师 除了技巧很好之外 还要在他画的当下 他的心态很好 那个能量就在他的画里面 那当然不一样 我们以前那个赵孟福啊 他说画龙点睛 那个龙就可以飞起来 赵孟福是一个书法家 一个画家嘛 所以这些人是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就随时都是在神通 那个其实是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你看到一尊很好的佛像 你忙忙相应 一尊很好的佛像 或者一张很好的唐卡 你看他一眼 就好像看到我们的阿弥陀佛 我看只要每一个人来 看到那一份眼光流出来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感动 当然我们身在其中 就熏久了 什么味道也闻不到 看久了什么也没看到 所以进去 依然故 你讲话大声是什么大声 都不知道哪有大声 你在大声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到佛堂里面 千万不要忘 因为佛堂就佛所在的地方 进去 绝对不能说话 要说话一定要跟法相关的 才可以在法堂里面 才可以在佛堂里面说 其他都不能说 其他都要离开以后才说 这个很重要 因为那是一个绝招一个礼貌 好 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一部经 那也同样就好像你现见一样 就好像你也看到了不动佛 也看到跟着不动佛来的这些菩萨 如果说你单看到这一部经 就可以很快地得到 这一部经里面所蕴含的功德 功德力 那一份善的利益 那何况 你不仅仅看到了这部经 你看到这部经 听到了这部经 听到这部经 又相信这部经 讲的绝对不妄语不异语 那一点都完全如实 一点都没有虚假 而且能够正确地去理解 相信这部经里面 每一句话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视线 然后又可以了解 为什么能这个样子 那接着呢 要受 要接受 要受持 受持就完全领纳 然后把它拿来 随时保持着 修持那一份境界 保存那一份境界 那这个叫做受持 受持当然跟信节有关 你若没有真正的相信 你就没有接受了 你相信这个境界 也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 你也知道了 然后接着随时领纳他 受就领纳的意识 持就保持 心里面随时保持这种绝受 这种知见 那万一 为了要加深 所以就要读诵 我们为什么天天看经 所以一样 这部维梦节经 如果是 当然是那么棒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讲完以后 就把它丢在旁边 其实如果说 我们每一天 下完课 你就把今天 上的东西 再把它看一遍 你印象会很深刻 还有你今天听课的时候 有没有哪边分心的 突然哪一句 这句是说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 你没注意听 就要赶快 用心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都有路 如果你用心不要拆 不要拆 这一段你不太清楚 就赶快再叫回来听听 因为它没有消失 所以现在的科技 让很多东西 可以不断的repeat 就重现 现在科技有这种功能 所以以后我们真的 不要跟AI比聪明 但是你会用的是 它是你的仆人 你不要去跟他比能力 意思是 当时你不能叫 总经你比什么人 比较聪明 你会找总经你 你交代 他就给你做得好 好谁好谁 那一样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工具 你不要去比它 你一定比不了它的记忆力 比不了它的如实力 它连声音的大小 高低都把你记录下来 你记不住的 所以那不重要 所以我们重要的还是 我们怎么运用这些 你要真的做一个 好好做一个像样的主人 千万不要做不像样的 我们现在都做不像样的主人 受报没有 也就是享受没有你的份 那受报应 偏偏有你的份 如果我们当主人是 我以后怎么受报 其实我现在都已经规划好了 如是因如是果 我要怎么受报 因为我身心因果 了解因果 观察因果 所以我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在种因的时候怎么种 结缘的时候怎么结 哪一天我期待的果 比如说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很明显就会告诉我们 一定要一心不乱 要一心不乱 那很明显 我现在就要培养 这个一心不乱的因缘 那看到什么不要善心杂话 什么东西 我就是一心念佛 什么都回归到佛这边来 那哪还有那么多是非 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你种这个因 然后不结恶缘 看到什么都随喜赞叹 那这样子的因跟缘 当然就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熏悉 你那个心就越来越一 一就是无恶 无恶就是不分别 知道吗 就是这个道理 你慢慢的慢慢的 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 没有其他 就确定了 除了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去别的地方 但你如果还是三心两意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你即使有条件去 也会被你的分别心 被你的随缘 庆菜得后 就带到庆菜的地方去 那一定的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 我们对什么 还是要信解受词 那如果不清楚的 就多读诵几遍 如果再 更厉害 你已经懂了 其实就可以解说了 解说就把你 知道的东西 拿来跟有缘的人 解说 所以这个 前面是我们听人家解说 当你信解受识 读诵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时候你已经心里面 有所悟 有所得 这时候你就可以 随缘 不是喜欢迈弄 而是随缘 随缘 人就最怕就迈弄 其实你有那些实力 你一迈弄 人家就不要了 你若是随缘 去讲 人家会很喜欢听 你若是一直在那边迈弄 他会根本就不想听 即使你讲的有道理 那我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个子弹 为什么要浪费这个精力 能够少说一点不是更好 讲那么多干嘛 我就犯这个毛病 一直讲一直讲 那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讲都没有效 不讲更没有效 好 那重点就是你懂了以后 你讲给别人听 那你会不会做 所以最重要还是那一句 要如法修行 信解 受词 读诵 包括你去读解它 其实都是要强化你的行词力 就是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出来吗 你已经做了吗 如果还没有 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会自己甩自己的嘴巴 你不是说那样子吗 你为什么这样子 明明是你说的 你做的怎么跟你说的都不一样 当下就没了 那功德也完全就不见了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只要我们留着这个经在 只要随时亲近 熏习这一部经 受词读诵这一部经 其实再更进一步 随时 因为我们有文所成 诗所成 你要解说 就一定要诗所成 文所成是 我听到什么 我照说 那叫文所成 我不争不减 但是要解说是把这个文字 更放开 更细腻的去解说 所以一定 这边就已经有诗了 有文 有诗 然后最后面 当然就修 所以说 这个三种智慧都要同识 而且互补 就互相作为基础 如果没有文所成 你诗也诗不来 没有诗所成 你修也修不来 所以这三个一定都要的 好 那么如果有人 守得诗经 就亲手 得到了 得到了这部经 都拿在你的手上 现在这部经 是不是在你手上 就拿在你手上 那变为 以得法宝之杖 你手里面 已经拿着法宝之杖 就是法杖 法的宝藏 已经在你手里面 你随时 想看哪一段 翻开就有 就在你手里面 即使在你手里面 你千万一定要 心手合一 手里面拿着宝藏 心里面有没有把它当宝藏 有没有 若有的话 会心心相应 随时都想 哪一段到底在说什么 我记不起来 赶快翻一翻 你如果天天这样 训习 这部经就 占满你的八四田 随时你心里面 想的是这部经 这部经 在每一个当下 都能献钱 都能受用 学佛要这样修了 那了解 能够读诵 解释其意 而且能够如说修行 如果这样子 则为诸佛之所互念 也就不动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随时都护持你 多敏念你 也就随时会顾着你 想到你 那我们说 我自己的绝招力不够 那因为有这样的薰习 有这样的作为 就文师修都有了 而且随时保持这样境界 不仅仅我的绝招力 在帮忙我 诸佛菩萨的绝招力 慈悲智慧 也随时会护持你 这是真的 这真的是真的 为什么是假的 这被护持的是假的 所以那个护持力 就变成假的 如果这个被护持的是真的 那个护持的一定都是真的 所以一切也 就是我们自己的招感 诸佛菩萨真的无处不在 不然的话 他就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完全任运的 完全自在的 随念即到 他们都一生生 没有任何阻碍的 所以你只要这边 能量对了 他马上呼应 所以一定要有种有信心 刚开始当然是凭智力 但是你想一想 你智力要修到什么时候 所以要有他力 但是他力能够跟智力互动 这个智力已经有一定的条件 他已经发福利心 已经不是小鼻子小眼睛 不是自私自利的 那这样子才能够互动 对的跟对的互动 对的不会跟不对的互动 那个发福利心 不会跟这些小鼻子小眼睛 心量很小的人互动 不相应 根本就动不来 所以我们最大的麻烦 还是自己错误的知见 自己错误一直留在无名 无名手遭感出来十二因缘 不断地犯错 那如果我们学佛的话 就刚好要相反了 无名故 无形 你就一个一个吧 一个一个突破 我现在有受有想 要没有错的想 那个受就不要犯错 所以你现在要解决 第五第六 你要让六不犯错 你就要先从五下仇 你要五不犯错 就往四下仇 就一直追根就底 真的因为没有前就没有后 你要没有后就要没有钱 才能没有后 只要有前就有后吧 插队 所以这个 然后这个是如梭修行 就把这一部经当成很宝贝 那再放宽一点 我们不一定要看到不动佛 看到维某节 我们只要看到有人 受持这一部经 信解行政这一部经 那已经是很不得了 如果我供养不到 不动佛 我来供养这些奉行 不动佛所教导的法 岂有供养如是人者 当之则为供养于佛 你只要供养这些受持读诵 依法理解 依法解说 依法修行的人 只要供养这种人 等于是供养不动佛 因为这些人 就是不动佛的因 如是因如是果 你因弄对了 护持这些如法修行的 他很快就会成佛 但他如果没有福报 没有接受供养 那他不晓要在 多少时间才可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 有时候 其实我们能供养 真的是很大的福报 很大的福报 因为你有这个条件 但你有这个条件 你不晓要干什么 所以你如果去供养 一个该供养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 你应该供养这些 真正的依法奉持的 那依法奉持是 依正法奉持 他依着正法奉持 自然就正到 实相的境界 那如果供养错了 当然供养也有功德 但是功德就被误导了 所以这里面也是 一样很重要 就实相 就知见 就是因缘 你对的因缘 就显现对的结果 好 那如果他 没有那么厉害 就没有受持读宋 没有解说 没有依法奉持 但是他已经很 珍惜这一部经 赞叹这一部经 觉得他很殊胜 所以他把他拿来抄经 书写 或者天天 持诵 我虽然不懂他的意思 不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读他很好 写他很好 单有这个三因缘 就代表 这个人三根不小 他抄那么多经 为什么要抄劳这一部经 就是跟这一部经 有因有缘 所以一样的 这个人如果把这一部经 当成很殊胜的 每一天来把它写几句 写几段 然后写的时候 顺便念念他 这一部经 就在他这个地方 这一部经 当知其事有如来 这一部经里面 有不动佛 这一部经在这边 不动佛 就在这边 这个理跟事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 这个其实也是 很深的道理 我们只要心里面 想到了阿弥陀佛 想到了阿出佛 就不动佛 其实 你为什么能想到 不是种子起现形吗 对不对 不是种子起现形吗 那有这个现形 都证明有那个种子 所以阿弥陀佛 跟不动佛 老早已经 跟你在一起了 已经在你的心里面 心得深处 只是现在 偶尔显一下 我念念他 所以念佛 有多少功德 太大太大了 一方面证明 你有这个种子 一方面 你念佛的这个现形 又变成你的种子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不断的不断的 善性循环 讲善性循环 也不太好 有清静性的循环 它不断的不断这样 寻染 寻习 好 所以 这个是一层一层的 越要求越低 但是越要求越低 还是不增不减 那个不动佛 随时跟你在一起 一点都没有增减 然后接着下来 我虽然自己不诵 自己不写 看到人家写 看到人家读诵 你随喜 功德无量 不是只有不动佛 在你的家里 你起这个心 动这个念 事实上 你已经 结了什么缘 中了什么因 你已经中了 屈辱一切智 的因 为什么 这一念 为什么能从你这边生起 不是我做 我看人家做 我就很赞叹 很随喜 这个是什么 里面清静的不得了 里面清静的不得了 有什么稀奇吗 我们本来都有如来藏 只是 这时候更证明说 我虽然没有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这个如来藏 这得一切智 的因 其实从来没有消失 所以从越简单的事情 越能够显现你那一份 本具的如来藏 本具的佛性 从来没有消失的佛性 你对这个信心 如果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懂 那就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前面 连我看到人家 写这一部经 念这一部经 我心里都很高兴 这个就随喜最大的功德 不用你自己来 什么都要靠自己来 太慢了 而且太吃力了 有人念 我就随喜一下 那功德我也有份 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事 所以看到别人的优点 虽然你没有那个优点 你已经分享了 那反过来讲 看到别人的缺点 你已经分享了恶 要聪明一点 真的要有智慧一点 有智慧 就用很少的功夫 就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用错了 努力一天到晚都在修 当然修班单都修错了 什么错了 起心动念错了 肢见错了 这个麻烦 所以我们就很快看到 这样子的颠倒肢见 是那么样子在找自己麻烦 为什么不赶快丢开 所以要不断讲 不断讲 让你越来越相信 这起心动念错 真的是太不值得 太对不起自己了 你才会慢慢的离开那个惯性 你会那样子也是惯性 那惯性就喜气 它会这样子 就是回到原来的自性上 那你依着了就会这个启用 你依着如来藏 依着清静于心 依着一切智 一切智就看到 可以认知 可以现观一切法的实相 叫一切智 你就进入了 随时都跟诸法实相相应的门 你就进来了 好 接着呢 如果你能够 我们不要整部经 你只要信解词 已经知道这一部经里面 那这一部经里面 随便一句话 随便一个祭诵 四句祭 我因为听了 闻了 这一句好像是什么意思 我听来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就把我听到了 去跟别人说 为他说 这种人 你就要知道这个人 其实就已经受计 正德无上正能正觉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那份清静的心 跟法相应 跟实相相应 跟义相应 我们不是义 义义不义文吗 四句祭是文 你把四句祭里面的义史 讲出来 讲出来是义 所以这个很明显 就跟义 跟实相 跟疗意相应 那这个当然就可以受计 证得无上正能正觉 没有问题 因为因如是 所以果总是会到 所以相信 确定 我们有佛性 确定我们有如来藏 这个念头 这个知见 比什么都重要 知道一切信空 当然很重要 但是他所谓的重要 就是跟信空相应 反过来讲 相信自主 如来藏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你可以跟如来藏相应 因为里面 是这样子的根 我们说基道国 你根本是如来藏 所以你只要 在道上不犯错 正道那个 如来的果味 是理所当然 那为什么有如来的因 没有如来的果 因为你在道上的行持 从这边到那边 过程你是错的 所以当然你就看不到 那个果 那我们相信有这个因 依着这个因 那错很快就看到 我们不依这个清静因 根本因 都把那颠倒因当因 把无名当因 那当然就错了 所以也是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当然不是这一念就是果 但是话又说过来 这一念不是果是什么 这一念是前面的因缘 当下的果 但是这个果是无常果 不要以为它是真的 它也是无常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起性动念 你都看到了你的 就里面的八四田里面的种子 随着因缘现前的果相 你用绝照看着它 看着它不对 知非吉利 就让它过去 就这样 慢慢扫 慢慢扫 每一个恶的因缘 所现的恶果 一次一次被我召见 一次被我扫 一次一次的扫荡 那当然你的种子就越少 恶的种子就越少越多了 就越来越没有了 你如果没有这个少的功夫 没有这个绝照 看破它的功夫 那每一个起来 现行又寻种子吧 我有这个绝照能少 就现行就让它失去吧 就不寻种子 不回寻 因为你小的这是假的吗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种子 都把它当真吗 我们跟成事 随时都执取的吧 就执着又抓着不放 所以每碰到一个镜 每碰到一个现行 都马上往种子那边送吧 所以这个要懂 懂才能修 你说不懂这个道理 修半天 真的不相应 因为你不是如理思维 不是如理作意 不是如理绝照 那当然弄半天 该蒸的不蒸 该减的不减吧 弄半天还是一样 依然故我 一天一天 习气一天重过一天 无名一天 大过一天吧 但是应该那个样子 不应该那个样子 你本来是具足可以 成佛的条件的 结果你用的都是 跟成佛相违背的无名 所以这个当然要 要好好的 好好的下功夫 我们如果用对的功夫 会看到自己在改变 我们如果如理的观察 会看到别人的错 我刚刚讲的错 不是说我们去看 人家不对的地方 是看到 就是他不懂那个道理 所以他反映出来的 好像都不对 我们看到别人的错 是要去找到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就升官因缘 我看到错的结果 重点是 是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 你要去探讨 这错才会离过 你说没有去注意到 没有去进一步观察 是什么因什么缘 造成这样的过失 你只认为他的过失 又是一个恶种子进来 因为当下你起了现行 是恶的 那你如果知道 他的因跟缘 你会晓得 因为什么因什么缘 造成这个结果 你会去探讨 如果没有这个因跟缘 就不会有那个结果 所以你看到的是 不是过失 你看到的是因缘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话 只有因缘没有是非 我们没有智慧的人 只有是非没有因缘 你不观因缘就不会有智慧 你整天脑子里面就是 是非 讨厌 喜欢 都是这种 当下 是非又变成种子 是非的种子 是非的现行 又造成是非的种子 是非就分别 分别就无名 但是你如果真的去探讨 一切都原生原灭 没有什么是跟非 你掌握了因缘就掌握一切 所以你掌握缘起就起一切 这个从现在来讲都很简单 谁得AI就谁得财富 你想一想吧 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战争 再比谁拳头大 还没有比拳头大 就已经决定谁输谁赢了 比如说是智慧 比如说智慧 那智慧又可以现在 智慧可以变成机器人 不是要真的人 用智慧去引导 被完全如理控制的机器人 他就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 我常常想说 一个一个里面 有几亿个晶片在里面 每一个晶片 就一滴里面就有很多 很多单位 这个用我们的人 怎么去做 不可能吧 他为什么能这样呢 他运算速度快 他解析程度够 一点点他可以变成很多 很多变成一点点 所以现在比的都是这个 也就越来越精细 那一样 我们修行修后半天 是在修什么 让你的思维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精细 不是一天到晚 出出造造的 所以没有修止观 不可能长智慧 不可能 你一直停不下来 你的妄想 停不下来 你的意识流的惯性 你就摆脱不了 你的业障 你可以先停下来 然后再运用你 那个本来被埋葬了 被干扰的绝躁力 你就会发觉 哇 原来我心这么细 原来我心可以解析到这么细 看得这么准 看得这么深入 你就对自己 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不修止观 会有什么功德吗 当然很多法门也都不错 但那些法门 其实不是根本法门 根本法门还是止观 根本法门还是要有功夫 把自己的妄想看到 把自己的妄想停下来 把自己那份绝躁 在没有妄想的状况下 不断地强化 不断地训练 不断地训练它 这个当然 用现在的科学都可以证明 所以 我们脑也是源起 那些机器人AI 也通通是源起 那你给它什么条件 它会表现什么样子的能力 那就这么简单 所以很明显的 现在世界没有台湾不行 所以我们不要怕 我们真的不要怕 不要怕大陆会来打我们 它没有那个胆量 它真的不敢 因为它一弄的话 变成世界的公敌 好不容易经营起来 有点国力 中共这几十年的历经图治 我们可以这样讲 那当然应该究竟来讲 是前面那几个总理 走对的路 当然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华人 智慧真的都不低 是有没有好的引导者 我们组成分子 每一个都很优秀 但是误导的话 就每一个变成坏蛋 那散导每一个都变成良人 都变成很好的 那我们是有这种潜力 但是没有好的制度 没有好的领导者 那一样 同样都是台湾人 你看这几十年 台湾的变化 一个对的领导人 就把台湾带得变成世界 有决定权的一个地方 那个笨的人 就把你带到你越来越没地位 越来越不被看重 而且我们要知道 这对的人跟不对的人 绝对不是学历 当然学历也很重要 但是一个人如果只会读书 叫书呆子 怎么是一个棒的人 所以学历当然重要 但是学历不是一切 重要还是他的智慧 有些人学历很高 智慧不高 这个我们看多辣 比如说 以前我们的教授通通是博士 都是美国那名校的博士 但是你听他上课 那个上的好的跟上的不好的 真的天长之别 有些很有实力 他书都摆在 都不用看的 一直一直 脑子里面一直 你就只要跟着他走 你就觉得很精彩 有些就 他当然也都对了 但是你就觉得 不是他的东西 他死读书 不是真的已经消化了 就文所成会可能有 诗所成会没有 诗所成会也要变成修所成会 这些你看黄振兴在演讲 都有自信 这边走过来走过去 他完全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 他怎么讲都对 因为他里面充满着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也要这样 你那个讲起经来死板板 他要睡你 你就睡你 什么都一样 什么都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把这个泡 弄出来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里面 有充分的大能量 我只要能不被外面干燥 不被错误的念头引导 其实这个能量慢慢会冒出来 会显现出来 一定要有这种信心 不要学佛 还不懂佛法 学佛还不知道你有佛性 有如来障 还有起连 还有人家什么 当然我们请求加持也是一样 你知道这些大的行者 都有很大的加持力 为什么不让他加持一下 很好 很好这个不是起连 这个叫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能够加持一下不是很好 也不需要排斥 但是天天都要等待 人家加持 你加持是什么 加持进去 等于是把水倒到土里面 倒到干旱的沙漠里面 一下子都不见了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值得互念的 诸佛复杀互念 你是不是一个值得互念的 看你什么内涵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机会读这一部 《维摩节所说经》 其实要好好珍惜 有空就拿起来 一天再把它念一瓶 这个十四吧 两个礼拜可以念一遍 我们也不需要说 就从头念到尾 如果今天有空 多念几品 搞不好三天念一次 比你念金刚 比你念地藏经好多了 我还是得强调 很多人天天念地藏经 我真的想要改宝头靠 念这个比较有用 你一直想说你在地狱里面 这个可以到不动佛的萨土 你不念这个 所以很多当然 每一个法都有它的因缘 但是不要把自己弄在 那个不良的因缘里面 每个人都想往上 你要往上 要看能往上的经 不要看那个怕下去的经 天天自己在那边暗示 然后也暗示别人 业障深重 你认为自己业障深重 你就会暗示别人的深重 动不动你下地狱 你会比他更早下地狱 你应该说 赶快去极乐世界 赶快去不动佛的萨土 不是很好吗 或者去要师佛 去哪里都很好吗 为什么这一天到 就是诅咒人家下地狱 诅咒人家去恶鬼 三恶去 这个都不好 你会那种想法现行 为什么会这种念头升起 回来看 就是你八十天里面 这个种子多了 去要赶快拿掉 不是再继续熏息 你每一次说 叫人家下地狱 你就种一个下地狱的种子 真的真的 说人家无可救药 你就自己无可救药 对什么都要充满着 想望 充满着正面的能量 这样才好 才对 好 我们 休息 最恭敬 虔诚喜悦的心 供养 十方诸佛 愿一切众生都能找回自己的佛性 如来藏 愿远离一切无名颠倒妄想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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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